看看新闻网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昨天在伦敦皇家高等法院 接受新闻集团窃听门的质询 布莱尔承认 在任期间和新闻集团董事长莫多克 关系密切 但表示从未因私交在事业上 给予其帮助 布莱尔上台前 曾于1995年专程前往澳大利亚 拜访莫多克 离开唐宁街后 当了莫多克一个孩子的教父 两人交往甚密的说法有来已久 布莱尔昨天变称 政治家与媒体关系密切 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媒体是政治家 获得政治影响力的工具 他不想让媒体巨头 以负面报道 将自己的形象撕成碎片 布莱尔还说 用来形容政治人物 与媒体之间关系最恰当的词 与其说是亲密 不如说是不健康 另外他还否认自己 在担任首相期间修改重要政策立场 以帮助莫多克的报言集团 而就在布莱尔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一名示威者突然闯进 听证会现场 对其大声斥责 这名男子很快被工作人员带离开法院时 他的车队又遭到了鸡蛋袭击 去年7月 新闻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 因窃听丑闻曝光而被复关闭 当月英国首相卡梅伦任命上诉法院法官 莱维森主持针对窃听丑闻的调查 这项调查的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要捋清媒体与政客的关系 按照日程 英国文化大臣 教育大臣和内政大臣等人 本周都将接受质询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